台中市57歲的私信負傷 18號從美國搭機返台 卻遭到他的私人司機 謝元姓設局綁架 原本家屬已經依照嫌犯的要求 匯出巨額署款 不過被害人仍遭殺害 警方經過連日的搜索 前天晚間在台南山區 巡獲被害人遺體 不過涉案司機已經潛逃到泰國 其中一名嫌犯林志維 昨天下午向屏東警方投案 晚間並在雲林西螺休息站 逮捕到另一名嫌犯謝靜達 警警來到台南殯儀館相宴 被害人的家屬也趕來 警警發現被害人的頸部 背部和大腿有多處的刀傷 但因為死亡多日 臉部已經無法辨識 家屬只能從遺物來確認身份 他的身上有多處的穿刺傷 包括頭部 頭部的部分不算穿刺傷 但是頸部跟背部 背腰部還有腿部 都有一些刀的穿刺傷 他的兒子初步就他的衣軸 還有他的皮帶 還有他的手錶 初步確認是他的父親沒有錯 但是這一部分還要等到 我們DNA做最後來確認 這裡是台南的山區 被害人遺體就是在這裡被發現 案發現場已經拉起封鎖線 不讓閒雜人等進入 警方表示57歲的台中富商施家金 這個月18日從美國搭機返台 當時他的司機 39歲的謝元姓負責接機 不過疑似內神通外鬼 伙同另外多名嫌犯 在國道湖口休息區 將被害人捆綁壓軸 再向家屬要求聚而贖金 雖然家屬依嫌犯的要求 汇出三千萬的儲金 但嫌犯到銀行想將儲金 轉帳到國外 還影響核對身分 嫌犯卻疑似作賊心虛 當場逃離銀行 警方調閱相關通聯 和監視器畫面 發現嫌犯曾在台南山區出沒 經過連日的收刪 24日晚間六點多 巡獲被害人的遺體 警方發現 事案的司機謝元姓 已經潛逃泰國 警方正擴大追查 記者邱直培 彭煥群 台中報導 早 記者邱直逃